最近这段时间,世界风角云轨,暗杀狂潮凶猛来袭,短短两周之内,竟有十国援手中招,一时间腥风血雨,正谈人人自危,回顾五月初至今,先是五月七日沙特王储小赛勒满车对于袭,据袭还是因为提前接到了某东方大国的提醒电话,才得以拼死突围,随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于十五日惨遭枪击,虽然侥幸没死。 但身中五枪,丢了半条性命,同日,土耳其挫败了政贬及暗杀埃尔多安的阴谋,逮捕三位高官和超五百名警察,五月十九日,双管齐下,斜然中东,就在这天,伊朗总统坐骑坠毁,总统莱希和伊朗外长等九人罹难,同时沙特国王萨勒曼突发重疾入院,网传其症状疑似中毒。 同样是十九日,远在非洲西部的加纳总统的撤队,也发生了交通事故,造成一人死亡,多人受伤。 五月二十日,刚果金挫败政典暗杀,约五十人被捕,其中包括三名美国人,除此之外,塞尔维亚总统伍七七,匈牙利总理欧尔班,波黑总统多迪克三国领导人,最近野军遭到了暗杀威胁,好凶猛的暗杀狂潮,好歹毒的下作手段,令人痛惜和愤怒的是, 这些惨遭荼毒的国家,要么跟中俄比较亲近,要么就是强烈反对美意,要么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,要么就是有中国的重大投资,狗急跳墙,图穷比线,正如此前布林肯所言,不在美国的餐桌上,就会成为桌上的菜。 来西遇难,恰是注解,这次早在伊朗总统来西坠机事故,发生之前的一个小时,以色列一家沟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,发布了一个直升机的图标,事发之后,以色列媒体更是未不先知,在伊朗国内还在积极组织搜救的时候,就提前对外宣布了来西的死讯,不装了,摊牌了,胆敢站队中俄,那就弄死你们。 说起来来西这次出行,颇有几分明智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的意味,之所以在多国领导人,近期密集遭遇不测之际,仍然要以身犯险,冒险乘直升机出行,是因为此行意义重大,明面上是出席阿拉斯河上的卡莱西大坝落成典礼,实际上是在东方大国的撮合下,欲见此行之机进一步实现对阿普兵, 推动伊朗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深化合作,一旦目的达成,那么将会打通一带一路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大阻碍,其意义甚至不亚于伊沙和解。 这种局面让梅以彻底棘眼,所以对吸血鬼集团而言,莱西必须死,只要干掉莱西,伊朗政坛就将出现哈梅内衣制下,短期之内再无理想接班人的局面, 如此则伊朗国内强大的清美势力,则可趁机兴风作浪,拔水搅浑,破坏莱西任内跟中国达成的诸多重大合作,阻碍中医关系的稳定性和连贯性。 吸血鬼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暗杀狂潮,制造白色恐怖的同时,对中国的地缘挑衅,也在紧锣密鼓的同步推进。 5月20日,赖犬上任,当天美国不但自己派出高级官员参加赖的就职仪式,还拉上英、德、法、义、瑞典、乌克兰、毕桃湾等多国派出代表出席,其中沃国更是派出了整整的37名议员到场,至此台海博弈,正式摊牌,面对挑衅,中方强力反制,挥出两极重拳,一是定性和表态, 首先是将赖清德的就职演说,定性为台独自白。 在5月21日国台办的表态中,发言人陈兵华表示,台湾地区领导人昨天的讲话,通篇充斥着敌意与挑衅,谎言与欺骗,台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,大肆宣扬所谓主权独立,两岸互不隶属,台湾著名自觉等分裂谬论,极力祈求外部势力撑腰打气,妄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, 继续以外谋独,以武谋独,可谓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,这个表态十分严厉,可谓山羽欲来,可以说给赖清德定性是第一步,也是将来动手的前提, 接下来必然会采取强力反制措施,甚至不排除借此机会,一举彻底解决对岸问题,二是暴击以色列,吸血鬼门之所以会苟急跳墙,说到底是因为眼下在中东地区, 美以集团在跟中俄一大三角的博弈中,已经完全处于下风,正因在正面战场已经不是对手,所以才会愈加疯狂地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,在这种局面下,继续一味地后发之人,显然已经不太适应如今这种乱世,正所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, 以牙还牙,直接反打,才是当下最有效的手段,所以我们看到,中国果断在中东出手了,在联合国安理会5月20日,就加沙地带拉法局势举行的临时会议上,中方代表现场亮剑,直接要求以色列取消对拉法的军事行动,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议正言辞地表示,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拉法的军事进攻,中方还要求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义务,立即开放全部陆路过境点,确保食品、药品、燃料等基本生存物资攻击, 坑枪之音,之地有声,傅聪还强调,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,中方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,支持巴勒斯坦早日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,这是本伦巴以冲突以来,中国在联合国发出的最强音,一是中国的要求与国际法有据,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,替世界各国提的要求, 这个要求提出来,就是站在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,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,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从法律上来讲,是可以按照安理会的决议,通过违和来阻止以色列的,中国之所以不这么做,是因为中国出击会引来更大的乱子,会让整个人类损失更大,所以基于大国责任,中国不能头脑一热乱出手, 但是中国是有阻止以色列继续搞屠杀的权利的,是有国际法支持的,二是中国的要求,只要以色列不配合,中国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,同时也为将来局面反转后做好准备,将来以色列别再甩锅中国,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名路,以色列看不懂,其实中国主持国际正义的过程,也是挽救以色列的过程,是在给以色列击毁,彻底将自己这个国家,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合法化, 当然中国去解决巴以问题的过程,也是捏美国霸权卵子的过程,无论最终有哪种方法,只要将巴以问题解决了, 美国也就彻底没有能力,在台海在掀起什么风浪了,台湾自然就不费吹灰之力统一了,睡尸已醒,龙啸九天,大国担当,不怒自威,直接要求以色列收手, 势必会令吴齿萧小金出一身冷汗,韬光养晦的时代结束了,大国博弈进入短冰箱界的阶段,以前我们说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, 但随着对手越来越无底线,越来越丧心病狂,现在的局面已经升级为,你打我的朋友,那我就打你的奴才,甚至直接给你一耳光, 给二一子的这一耳光,打得很是响亮,打出了全世界的心声,这一耳光为了拉法,为了莱西,为了正义,下一个耳光, 概率会赏给美台,倘若美台继续铤而走险,甚至妄想以武谋独,那么迎接他们的将决不仅是一记耳光,而必然是一记致命的铁拳,台海博弈拐点已至,答案或许就在今年。 谢谢大家